大家好 欢迎来到暗角的眼 我是路遥 在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继为景厅 有一所大学叫上智大学 留学生们肯定听说过这所大学的名字 它与早稻田 庆应 宾称日本最难关私立三校 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自己是早晉上智的学生时 那么这人十有八九就是上智大学的学生 上智大学虽然在华人界并不出名 但其在欧美国家知名度很高 拥有非常多的欧美留学生和外国教师 尤其是神学院和外国语学院最为出名 关于这点 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及 今天要讲述的案件 主人公就是就读于上智大学的一名大四学生 他的名字叫做小林顺子 家住东京葛市区柴佑三丁木 1996年9月9日 即将出国留学的顺子在家中被人杀害 凶手还放了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 事发当时有非常多的目击报告 可是警方却至今没有抓获凶手 随着时间的流逝 每年搜集到的线索越来越少 虽然警方一直强调说不会放弃调查 但是缺少线索和证据的案件 又该从何查起呢 2021年8月27日 东京警示厅为了让案件重新获得关注度 再次公开了一张犯罪嫌疑人的画像 当年的事发经过如何 为何警方手里掌握着这么多的线索 案件侦破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凶手到底是什么人 暗角的眼今天为你讲述 被称为平成三大悬案之一的柴佑女子大声放火杀人事件 小林顺子 21岁 和父亲小林贤二 母亲小林姓子 以及姐姐 一家四口住在柴佑当地一处二层房屋内 顺子上学非常认真 从小就对外语感兴趣 梦想着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国际新闻记者 大学时期 他经常会在暑假去做志愿者 教中小学生学习英语 1996年 上大四的顺子成功争取到了去西雅图做交换身的机会 看着女儿朝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原本就因为家庭原因没有上成大学的父亲 从心里为顺子感到高兴 如果女儿能实现梦想 那么自己心里的遗憾多少也能得到一些弥补吧 可是就在顺子出发去美国的前两天 事情发生了变故 1996年9月9日 这一天是周一 从早上开始 东京的天空就稀稀利利的飘着小雨 父亲这一天一早就出发前往福岛出差了 姐姐也和往常一样出门上班 家中只剩下了母亲和顺子 因为马上就要出国了 学校准许他在家里调整状态 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海外生活 两人在家吃过午饭后 时间来到下午三点多 外面的雨势开始变大 三点五十分 眼看大雨没有停的意思 可是母亲还是决定要出门 他在附近的美容院找了一份零食工 再不出门就要迟到了 临走前顺子还问母亲 外面正下着雨呢 你要骑车去上班吗 这句话成为了顺子身前和家人的最后一次对话 因为姐姐快要下班了 顺子又在家中 所以母亲出门时并没有给房门上锁 下午四点三十九分 有人打电话报警称邻居家着火了 事发地就在马路边上 房子两侧也都是民房 消防员很快地赶到了现场救火 下午六点左右 大火成功被扑灭 当消防员进到二楼后 发现了躺在二楼卧室的顺子 他的嘴巴和双手缠着胶带 双脚被丝袜困在一起 众人赶紧解开顺子的束缚 加莱其中一位女消防员 打算给顺子做心肺复苏 但就在按压他的心脏位置时 一股血从顺子的脖子处涌了出来 意识到事情严重的消防员 马上通知现场人员 赶紧将顺子送往了医院抢救 另一边下午六点多 父亲正坐在新幹线返回东京的途中 公司打电话说 他在家中着火了 女儿顺子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父亲赶紧打了电话给医院 得到的却是顺子抢救无效 已经死亡的消息 对顺子的事件结果表明 其死因是脖子右侧的六处刀伤 顺子右颈部的静脉已经被割断 胸器是一把长约8厘米 宽约3厘米 非常锋利的小刀 在顺子的呼吸道内 并未发现烟雾颗粒 说明顺子在火灾发生前就已经死亡 手臂上还发现了多处因抵抗时留下的外伤 有几处伤痕处在胶带下面 推测双手的胶带 是凶手在其死后缠上去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 这是根据小林家的房屋复原后的模型 建筑有两层楼 主要是木结构 把它拆分开来是这样的 从上到下一次是 房顶 二楼 一楼 这是一楼的玄关 这里是客厅 客厅里除了电视机外 此处还放着一台电脑 警方进入现场后发现 电脑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经过客厅到达书房 书房这个架子下面的抽屉里 原本放着父亲收藏的一张旧纸币 面值一万日元 在案发后不知去向 经过书房穿过一楼的合适房间 来到楼梯口处 登上楼梯到达二楼 这里是顺子的房间 这里是顺子父母的房间 而顺子当时被发现的时候 是在二楼父母的房间 他侧躺在父亲的被子上 嘴巴被胶带分住 双手被胶带缠在身后 双脚被丝袜捆住 这床被子是父亲睡觉时 拿来垫在下方用的 他的头上盖着下两背 被子的两个脚 被压在顺子的身体下方 全身衣着正常 上身穿着衬衣 下身穿着短裤 父母卧室的门口放着一双拖鞋 拖鞋是父亲平时在一楼穿的 通过检测 发现大火是从这两个合适房间开始烧的 在一楼玄关处发现一盒火柴 推算案犯就是用这个火柴来点火的 而这盒火柴来自二楼父母的卧室 原本是放在佛刊处点箱用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从案发现场得到的线索和疑点 1.顺子遗体出现在父母的卧室 并且头上盖着被子 怀疑案犯在杀害顺子后 内心愧疚 给被害人盖上了被子 2.顺子嘴上和双手使用的胶带 属于同一类型的布基胶带 后来在胶带上提取到了枯叶片 木屑以及三种不同类型的狗毛 顺子家没有养狗的经历 怀疑这些都是来自案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推算案犯平时工作环境会接触到原林业 或者案犯就生活在郊区或山里 豢养着好几种犬类 至于发现的胶带 后金茶镇是靖岗县一处工厂 于1994年1月之后生产的 产品在全国都有销售 并不能确定其具体的流通渠道 3.顺子的致命伤是勃梗处的六处刀商 这些刀商集中出现在脖子右侧 是否说明案犯是一个左撇子 4.丢在玄关处的火柴盒 经过检测发现了不属于小林家人的血迹 怀疑是案犯留下的 盒子内的血液经过检测是A型血 包括顺子在内 家里没有A型血的人 此外火柴盒表面发现了不手套的痕迹 说明凶手当时戴着手套行凶 2014年9月 在顺子头上所盖的被褥上也发现了血迹 经检测与火柴盒上的血液相同 属于同一名男性 推测凶手与顺子扭打时受伤了 5.顺子脚上丝袜打结的方式特殊 会这种神洁的人通常从事圆林绿化 建筑脚舍架的搭建 电弓和服穿搭等工作 结合第二点胶带上发现的枯叶和木屑 凶手极有可能从事圆林绿化或类似的户外工作 6.父亲平时仅在一楼才穿的拖鞋 为何会出现在了二楼的卧室门口 7.大火蔓延前 一楼的电脑就被烧毁 凶手为什么会对电脑产生兴趣 8.书房抽屉里一万元面值的旧纸币失踪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凶手是为了盗窃 顺子房间的衣柜里有一个留学时要带到包 为何里面装着的旅行支票和14万日元现金却完好无损 稍带一句 旅行支票是银行或旅游公司 为方便旅行者在出行期间携带和支付费用 而发行的一种固定面额的票据 使用时只要在票面签字就可以 非常方便 9.凶手为什么要选择从最里面的合适房间放火 而不是直接点燃顺子所在的卧室 母亲在当天下午3点50分出门 邻居在4点39分报警 4点15分 有两人从顺子家门前经过 但是并未听到屋内有争吵或者木头着火的声音 4点30分前后 外面下着大雨的情况下 有人目击到一名25至35岁的男子 戴着一双白手套不打伞的情况下 朝着柴佑车站狂奔 推测凶手在母亲出门后就闯入家中 并在4点15分之前杀害了顺子 而后将房间点燃逃出房子 除了上述证明戴着白手套的嫌疑人之外 还有以下目击报告 一 案发三天前的9月6日下午3点多 附近发生多起因陌生男子私闯民宅 被住户追赶的报告 其中有两起的嫌疑人还在住户门前玩打火机 随时准备放火的样子 二 9月8日当天早上5点左右 顺子家附近的布告栏边上 有一名陌生男子一边说着 开什么玩笑 我宰了你 一边唱着军歌 骑着自行车路过 三 案发当天早上9点至下午3点左右 有一名男子戴着白手套 在当地津厅公园附近转来转去 我们看一下地图 津厅公园在这里 顺子家在这里 两地距离400米左右 四 案发数小时前 在柴右车站边上的高砂车站 有一名陌生男子向路人打听 柴右三丁木怎么走 我们看一下地图 高砂站在这里 柴右站在这里 两个车站都处在京城电铁的沿线上 顺子家距离高砂站约1公里 步行需要13分钟左右 在顺子家附近 有两起关于这名陌生男子的目击报告 第一个是警方在2018年公布的 有个体型偏瘦 身高1米6左右 年纪在35至40岁之间的男性 一直站在顺子家门前 当时下着大雨 干男子伞也没有打 身上穿着土黄色的羽皮 下身穿着黑裤 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林家的门牌 或二楼卧室 这是当时公布的嫌疑人画像 因为路过的民众只看到了他的侧脸 当时警方公布的时候 也没有嫌疑人的正面画像 另一个就是2021年8月27日 也就是上周刚刚公布的新线索 案发当天 有个打着黑伞的男子站在黎顺子家 约15米左右的马路上 该男子身高1米5至1米6 体型偏瘦 年纪看起来50至60岁 身上穿着土黄色羽皮和黑裤子 这次警方公布的资料中 还给出了嫌疑人的眼部特征 掉眼 即向上斜的眼睛 特点是外自角高于内自角 眼外角上扬 而这次的画像是根据2020年9月份之后 民众提供的线索画出来的 对两次目击报告中所提到的嫌犯特征进行对比 警方认为 这两次目击到的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很大 顺子在身前向家人表示自己遭遇跟踪狂 大约是出国前10天左右的8月底 顺子的大学同学和打工店的朋友为他举行了欢送会 当晚过了12点 顺子在柴佑车站附近的一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给家人 有人跟踪我 我在路上拐了好几个弯 对方还是跟在后面 所以先返回了车站 后来母亲赶到车站 骑车将顺子带了回来 回来途中母女二人发现跟踪的人不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顺子家在这个位置 柴佑车站在这个位置 两地相距约350米 步行大概需要4分钟 从警方公布的照片来看 嫌疑人是身穿黄色雨劈 打伞站在路边的一名男性 但是在案发前后 还有关于其他陌生男子的目击报告 随着报道的推进 舆论和警方都自然而然的认为 这个人就是凶手 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 即使有部分民众 目击到了其他陌生人 出现在了案发现场附近 由于从众心理 他们选择自动过滤掉了这些信息 久而久之 这些陌生人的信息也就被遗忘了 到最后汇集到警察手里的情报 都是关于这名穿着黄色雨劈的男子 解说此案 必须要顺带提一下另一起案件 被害人名叫迪野有花里 21岁 是千叶大学原艺部的一名大四学生 2009年10月22日 他的尸体在千叶县松户市的一处公寓内被发现 身上没有穿任何衣物 双手双脚被丝袜捆绑在一起 头上同样盖着被子 暗犯在强暴受害人后 还放了一把火把房间烧了 迪野的死因是失血性休克 其胸前有多处被利刃所赐的伤口 经过尸检在呼吸道内并没有发现烟雾颗粒 这起案件与顺子被害案实在是太相似了 并且事发公寓距离顺子案的现场仅5.2公里 要么案犯是在模仿作案 要么这起案件的案犯同样也是杀害顺子的凶手 11月17日 警方逮捕了案犯 树山沉美 此人是一名惯犯 更是一名变态 被捕当时脸上还挂着诡异的笑容 2009年 他刚刚因为上一起强奸猥亵案出狱 放出来仅一个半月时间 就再次犯案 并且情节比上一次更加严重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 树山在地方法院被判死刑后 上诉到东京高院 结果高院改判他无期徒刑 判决的法官名叫村赖军 东京警事厅当时也注意到了此案 他们就顺子案提呈树山时 树山直接否认 想想也知道 警方没有证据 而他如果承认顺子案也是他干的话 等待他的就只有死刑了 另外 不知道警方有没有对比过 树山和顺子案现场留下的DNA 首先 我认为凶手极有可能隐藏在幕后 他与顺子相识 出于仇恨或嫉妒的心理 雇了一个陌生人杀害了顺子 这样就找不到有利的证据 可以给这个人定罪 而实际杀害顺子的犯人 与顺子根本不相识 警方调查起来自然非常困难 这名陌生人在之前就已经多次跟踪过顺子 并了解了他和家人的作息习惯 1996年9月9日 案犯在打探多日之后 终于决定在当天动手 如果再不行动的话 两天后就没有机会了 而这天正好下着雨 路上行人也没有往常那么多 当天下午3点50分 躲在暗处的案犯 在目睹了顺子母亲出门后 于4点前后 上前敲开了顺子家的门 他以顺子的母亲 请他查看家中漏水的情况为由 成功进入到了顺子家中 因为工作原因 随身带着胶带 也就不奇怪了 进门后 顺子拿出了父亲的拖鞋 给这名男子穿上 可刚把暗犯带到一楼的房间 他就凶向壁漏 杀害了顺子 在与顺子发生冲突的过程中 暗犯也受伤了 杀害顺子后 他临时起义 打算一把火把房子也烧了 放火的目的有两个 一 毁尸灭迹 二 即使不能达到一的目的 很多留在现场的细节线索 都会因为高压枪的冲刷而消失 灭火后 随着现场参与救治人员的进出 案发现场再一次遭到破坏 对证据勘察难度变得更大 于是 他在一楼寻找点火器材 偶然间在柜子里 发现了父亲收藏的纸币 就顺手拿走了 一楼没有找到点火器材 他就跑到了二楼 刚打开父母卧室 就在佛刊处发现了火柴 此时 案发想起来 可以将顺子伪装成睡觉过程中 家中发生了大火 而被意外烧死的假象 于是他又跑到了一楼 将顺子移到了卧室 怕顺子只是暂时性休克 他用胶带将其嘴巴封住 将其手脚都捆了起来 由于这些都超出了预先的计划 因此耗费了不少时间 再不抓紧离开的话 顺子的姐姐就要下班回家了 案发赶紧拿着火柴 到二楼点燃了最里面的合适房间 又跑到一楼 点燃了最里面这个房间的衣柜 至于为什么没有直接在父母的卧室放火 推测是因为父母的卧室正对着马路 如果先点燃这个房间 传出来的烟雾会马上被人发现 而点燃最里面的合适房间 火势蔓延快 等烧到卧室的时候 已经是大火了 扑灭也需要时间 这样做 同时也为自己逃离现场 争取了时间 留在二楼卧室门口的拖鞋 响尾装成是顺子所穿的 没想到的是 这双拖鞋比较特殊 至于为什么没有带走火柴 可能是因为火柴本身就是顺子家的东西 带出去还要处理 不如丢在家里一把火烧了 就这样 暗犯离开了顺子家 朝柴右车站狂奔 消失在了大雨中 自从顺子出事后 小林一家无时无刻不在期盼 能够抓获凶手 为了让当地民众和警方 永远记得此次事件 小林家被改建成了消防仓库 此案也正好改上了 2010年刑法修正 取消了追诉时效 警方可以一直追查下去 直到真凶浮出水面 2015年 顺子被害案过去19年之际 父亲在房屋原址上 建了一个雕塑 取名顺子地藏 祈祷第20年的时候 可以成功破案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没有如愿以偿 2020年7月 日本警察厅通过技术手段 将当年室内发现的底片复原 并打印了400多张 和顺子有关的照片 这些照片被制作成相册 连同当时房间发现的一些遗物 一同归还给了顺子的父亲 为了调查此案 警方共计投入超过了 10万5千人次的警力 可是迄今为止 也没有任何有利的证据 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 时至今日 负责此案的归有警察署 还设有23人的专案调查小组 他们依然在为顺子案的侦破而努力着 而每年的9月9日 当地警方和自治会的人 都会主动上街派发 有关顺子案的传单 不予民众可以提供线索 正如父亲小林贤二所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没能抓住凶手 我心中始终有这样的疑惑 到底是谁 为了什么 为什么是我家 为什么是他 相信随着行政科技的进步 以及警方DNA数据库的更新 在将来有朝一日 必定能找到杀害小林顺子的凶手 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1996年9月初 顺子去看牙医 在医院 她对牙医说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的话 通过牙齿的治疗痕迹 应该可以判断出来 是我吧 顺子在这时 仿佛已经预感到了 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可是她为什么会预感到 自己在被害后 只能通过牙齿来判断身份呢 一般这种情况 无非是遭遇大火 面目全非 或者被害人已经变成一具白骨 有传言说 小林顺子是被光明会的成员杀害的 因为她所就读的上智大学 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大学 罗马教皇每次来日本访问的时候 都会到这所大学演讲 而光明会与天主教就是对抗的关系 他们杀害顺子 是对天主教的一种复仇 房间里失窃的一万日元旧纸币 上面印着的头像是圣德太子 据传他就是光明会的成员之一 阴谋论的人相信 这也是为何顺子家里的钱财没有丢 唯独少了这张旧日元的原因 对于光明会 共济会 天主教 耶稣会 圣德太子 以及上智大学的关系 我们这边就不展开细说了 这些内容专门做一集 都不一定能讲得清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看看 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关好门窗 特别是女孩子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 一定要更加小心 能保护你的不是法律 而是你自己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暗角的眼 我是路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各位观看